他在内线翻江倒海,一次次地抢下篮板,他在篮下抢起爆扣,让韩国球员无可奈何。 18岁的国清小将王全泽在U18亚青赛上大发神威,面对韩国的四分之一决赛上,王全泽空下20分,23篮板6助攻,成为篮下的霸主,帮助国清队以90比85击败韩国,杀进四强并且获得2019年U19世青赛的资格。 王全泽是中国男篮年轻一代,中勇现出的又一颗新星,他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,下赛即将征战NCAA比赛。 王全泽在高中时期被ESPN评为20118届四星级别的球员,这是对其能力的肯定。 王全泽身高2米06,身体强壮。 在AUU比赛中,他曾经与奥尼尔的儿子沙里夫·奥尼尔同队,这样一位中国年轻球员到底有多大的能量。 今年夏天,王全泽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,他空降U18国清,立马成为球队的内线支柱。 在亚青赛的热身赛中,王全泽就是大发神威,扮演内线核心角色。 亚青赛开打,王全泽与球队此前已经成名的小前锋郭浩文,变成了球队双子星。 郭浩文是球队得分王,偏重于得分,而王全泽的任务在内线。 在五场比赛中,王全泽场均得到18.2分,13.8篮板3.6助攻0.6强断0.6盖茂。 他的得分排名亚青赛第五,篮板球则累居第一,8月9日的四分之一决赛,是U18国清非常关键一战。 关系倒是青赛资格,王全泽和郭浩文都打出了最佳表现,后者空下33分8篮板4助攻,而王全泽则在篮下肆虐。 这场比赛国清队出现了19次失误,韩国只有7次,但是国清仍然赢下比赛,很大程度上市篮板球占据绝对优势,国清抢下59个篮板,比韩国多了23个。 而全场贡献20分,23篮板的王全泽,无疑是球队获胜的大功臣。 而比赛结束后有韩国球员忍不住失落哭泣,国清男篮接下来将和新西兰交手,争夺一个决赛名额。 无论结果如何,王全泽都已经在亚青赛,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。 他是中国男篮年轻一代的希望之星,王全泽下赛即将征战NCAA比赛,对于他来说是很好的继续锤炼的机会。 日本球员杜鞭熊泰在国清时默默无稳,但是经过四年,NCAA的打磨,今年夏天从灰熊获得了一份双向合同,王全泽未来的目标也是冲击NBA。 如今的中国男篮人才还不够多,周期效力与火箭,而丁燕宇航在独行侠获得一份部分保障合同,他还需要和其他球员竞争正式名单。 王全泽很可能就是中国男篮下一位冲击NBA的球员。 还不像是中国男篮一样,只是丁燕。 他还有一点多,谢谢冲击NBA的球员。 根本不像是中国人,同学友,同学友,已 spend时收到他们。 他会存在传续锤的球员下来做出定的球员。 他会来帮助硬架,连锅跟任何冲击,连锋璃等候员。 他や为你喝老独行吗? 他要都喝了什么? 你会觉得,还是很好的persons, 手会用无常理。 你会觉得,我会在英文中的 Canvas但有什么笔丹形的 appealing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